柯P這個傢伙 大小通吃 什麼錢都拿 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具體的證據 直接能夠讓柯P一槍斃命 那這怎麼辦呢 太好辦了嘛 嚴壓就好了 嚴壓 那時間多得很 我相信你有貪污 所以法官根據這個東西 而且還有同案被告再逃嘛 好 主播觀眾 我們現在就在台北地檢署 持續來關注台北地檢署 偵辦金華城的案件 其中柯文哲積壓期即將滿了 今天下午4點半最新的裁壓結果 也就是柯文哲這個延長積壓庭 是裁定繼續延長積壓兩個月 這是我們來自台北地檢署 以及台北地方法院這裡的最新消息 那麼說到柯文哲的延長積壓庭 主要就是因為 他在9月5號被收押進鑑之後 那麼積壓期一次是兩個月 也因此在11月4號就會積壓期滿 那麼台北地檢署申請延長積壓 也指出理由就是主要有兩點 首先是認定柯文哲他涉嫌重大 再加上本案還有其他還沒有到案的相關證人 也因此認為如果這個時候讓他交保了 讓他自由身恐怕會有竄證的疑慮 那麼第二點也就是被視為柯文哲貼身的帳房 許子許子瑜目前致日未歸 人還在治本被通緝 還沒有回來也因此種種諸多疑點 也就代表著其實這個精華城案 目前檢方還沒有辦完 想要繼續辦下去 所以說檢方來申請延長積壓 就是要繼續再來辦兩個月 這一次會從11月5號再押到1月4號 不過大家也很好奇 那麼柯文哲他所聘請的王牌律師團 他們的看法以及他們這一次透過什麼樣的理由 讓柯文哲希望可以來獲得交保自由身呢 招長的律師團是沒有多做回應的 不過說到本案其他的關鍵被告 包含應嫂威以及沈慶晶 還有時任台北市的副市長彭震生等人 他們同樣都是在近期積壓期滿 也因此通通都是北檢來申請延長積壓 那麼北院也獲准了 因此柯文哲同樣在今天中午開完延長積壓庭之後 在下午4點半北院裁定結果出爐 讓他繼續再來壓兩個月 那麼後續呢東城新聞在這裡也會持續 為觀眾朋友帶來最新消息 玉鳳 你說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 沈慶晶只剩下兩條路 你是走著出去還是躺著出去 因為剛剛講今天他又申請聚保停壓 結果被駁回 被駁回之前不是講嗎 他住到醫院 住到醫院裡面 是不是他已經供出了重要的口供 可是現在得到消息是他有供出口供 可是這個口供對於柯文哲還沒有致命的殺傷力 對於最後最關鍵的證詞 他居然堅持不可以劃壓 堅持不肯劃壓狀況下 他現在在搏命喔 因為我沒有想到 他的身體是真的很糟 真的很糟 他真的非常危險 對 其實沈慶晶來講的 他的年紀已經77歲 在這件事情進去的時候 他有一個很好的機會 可以趕快跟檢察官來交換條件 甚至用他的角度 其實他是可以去爭取當污點證人的 因為他就是裡面 行會罪裡面最重要的角色 最關鍵那個人 不管是應小威的資金 或者是他可以直接找到柯文哲主席 他就是關鍵人物 如果他願意的話 他是可以當污點證人的 可是錯過了那個時候 他只交代了一些不痛不癢的東西 你覺得他有辦法出去嗎 不能嗎 他的律師一直覺得說 他的狀況他用四個字非常不好 所以不停地申請 聚保停壓 聚保停壓 你知道嗎 沈慶晶在尿袋出來的時候 他是一個大老闆 他以前在我們面前 接受採訪的時候 他有時候也會推輪椅 可是他都叫司機停員的地方 輪椅轉到一個地方 自己再站起來 你讓這個狀況給他拍下去 第一個 他的面子掛不住 第二個 他的身體狀況是真的不好 他到了醫院去 你在積壓的過程當中 你有辦法去醫院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北所的醫生 覺得這太危險了 所以把你放到醫院去 醫院弄完之後 多蟲細菌感染 竟然 什麼叫多蟲細菌感染 你說這個多蟲細菌感染 在監所裡面是最恐怖的 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尤其他已經年紀有點大了77歲 多蟲細菌感染 讓你的整個身體 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虛弱 你一般人在外面 都不一定看得好了 你又把它丟回看守所 看守所你想想看 那一種環境 三個人一接 然後上廁所的地方 是開放式的 你已經多蟲細菌感染了 然後你又丟回來這個地方 廁所是開放式的 廁所就開放式的 而且廁所沒有衛生紙 廁所就只有一桶水 對 你要等於說擦屁股 你要去沖這個垃圾 都是那一桶水 就是那桶水 而且那桶水 大家要省著點用 在這種情況之下 一個多蟲細菌感染的 我們77歲應該可以講老先生 老先生 然後你就把它丟回那個環境 那對沈慶晶來講的話 你現在已經都不用去想金華城 不用去想金華廣場 那個840%再往前回推 到底多少隆境 你那都不用想了 現在來說的話 檢察官就是一句話 把你壓到底 阿樂隊 你在起訴之前 你都不要想要出來 好對 今天剛剛講的 你要聚保停壓沒有 更恐怖的是 你想再待在醫院也沒有 對 我自己 你想聚保停壓駁回之後 我馬上把你從醫院 把你牽回北所 對 又還有活路嗎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你知道嗎 就算他最後起訴之後 如果換壓 換成法院 裁定壓 不要在院方來積壓 院方如果積壓下去 就嚴重了 因為院方積壓下去的話 第一期是兩個月 跟檢方一樣 可是後面呢 因為他們所涉犯的 都是十年以上的重罪 所以他後面每一次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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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可以給他九個月 如果再經過 法院的這一個十一個月 兩個月 加上九個月 十一個月之後 神經驚就算出來了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那也不會完轉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在小沈他只能夠強調 他到底是要命 還是要錢 現在來講的話 他一定要交代清楚的 所以他到底想要走得出來 對 還是最後你是被扛得出來 對 而且你說現在檢調已經這麼好 掌握了一些證據 或許大家覺得拍狂 可是你說這1500至關重要 不管怎樣 我今天要辦一個人生的受惠罪 我一定要金流 現在當時一再講說 今天在你的USB裡面 202211月111 小沈1500 我們看到民眾黨從上到下 全部都說 那個1500就是下午三點鐘號 那沒有想到 之前不是把很多的大老闆 一個一個找來嗎 USB裡面你任何有名字的 有數字的 有日期的 我全部把你找來 找來以後一個一個問 每個人都說 那就是金錢 謝國良今天也說了 謝國良良拜 這也是一筆的金錢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證明 它是1500是金錢嗎 如果證明是金錢的話 我在對照前後 你的之前 10月18號 我給你的建造 19號你就開始動工 甚至11月1號之後 馬上中望基金會就成立了 中望基金會成立以後 資本額就是1000萬 我這個就可以勾集說 你有所謂的 是個所謂的貪污的事實嗎 對 我們先來講 不管他今天來說的話 不要忘了 金華城增壞土地 被扣押多少錢 是被扣押認為 不法的犯罪所得 111億 那大家會講說 你111億 你1500萬算不算 我告訴你就是算 這個東西在法律上面來講 就是對價 你可以講說 小沈 小沈 像朱雅虎講的嘛 很小氣 你弄了111億 A到這麼多 我只給1500萬 可不可以 你也可以說 柯文哲 這個人很客氣 送給財團 給了一個方便 然後呢 他的回饋 就1500萬也可以 但是重點是什麼 我本來不相信 對 就你如果說 今天謝國良 跟這個邱晨遠之間 真的有所謂的 首行阿登的嫌疑 你真的可以用200萬 就賣掉 你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這就是重點了 前面我們剛才講的事情 你可以說是小沈 你也可以說 客戶主席客氣 這都可以 重點就是 這1500 小沈 150到底是不是錢 因為你看前後來講的話 我們回到這10月18號 10月18號 是壓了軍令狀 你這個天要發建造 然後呢 你19號就找了記者 來參加動土典禮 還有五龍五師 這些都準備好了 然後呢 11月1號 你就可以看到1500 如果這一個USB裡面 Excel檔案是真的 然後呢 這個時間地產也是真的話 那你覺得這不是錢 那是什麼呢 然後謝國良 那個200 如果他已經承認了 USB裡面的Excel 是寫200 而他講出來的話 就是200萬 外面的人就說 兩百萬 你就可以賣掉 你也太便宜了吧 一邊來講的話 200萬是用來幹嘛的 200萬應該是敲門磚耶 就是意思意思 扣扣扣扣 主席 我過去聽到都是狗爸起跳耶 縣市首長耶 然後呢 基隆跟彰化 兩個算是大省耶 大的縣市 所以呢 這兩個應該至少500起跳吧 200萬可能是敲門磚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只要謝國良 他至少會被北檢傳去 傳去之後呢 證實他的那個時間地點 對了 那他200 代表是200萬的話 那這1500 就是1500萬 那1500萬 在對上 你今天給人家建造 建造完之後 開工 開工之後 有這1500萬 1500萬之後 縱望 你的登記資本盒 就是1000萬 這個東西就已經勾激起來了 這已經可以成為一個 起訴的一部分 所以現在已經針對 兩岸三罪名 在寫起訴書了嗎 對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覺得已經差不多了 為什麼到現在來講 要把這些大老闆 E-Sale USB上面 E-Sale檔案的 一個一個傳過來 你只是要佐證 我前面已經寫好了 然後呢 我的附近要佐證 這個1500 就是1500萬 好 會審 現在所有的動作 去對付審計機 還給他活路嗎 第一個是他身體上的問題 他已經住到醫院了 本來以為說住到醫院 是裝的 沒有 現在傳出來的消息是 多重細菌感染 我先一些朋友說 那很恐怖 他都幾歲了 如果他有蜂窩性組織炎 這可能會變成 一輩子的傷害 還有在監署裡面 那麼惡劣的環境 他這種污染 跟這種感染 會越來越嚴重 這會要他的老命的 我聽到都手腳發麻 還不止如此 在整個商業上面 他的商業版圖上面 昨天講 不是已經抽銀根了嗎 現在更多的資料是 他不但抽銀根 而且已經要他付利息 那根本就要 省清清的命嘛 是 保佳哥 事實上現在 省清清的命令的狀況 真的是生死關頭 其實今天有很有趣的是 兩家不同的媒體 其實這個新聞出來的時間 大概差幾小時而已 但截然不同 一個媒體是已經把 那個省清清寫成是 全身抽絮 真的是好像非常危險 命在旦夕 看起來全身抖動 分來說 這些不是講 全身抖動嗎 不是講到上吐下泄嗎 搞得被人家 就是他的細菌感染 對 然後說什麼 喉嚨都因抖動 無法喝水進食 上吐下泄 然後說昨天 醫師又特別幫他緊急動手術 可是奇怪的是 今天他不是要那個 就是要交保嗎 對 但交保的他的律師 聚保停壓 對 現在目前為止 媒體報導那個律師 隻字沒有提到 手術這件事 所以現在不知道是 媒體的報導錯誤 還是說先有這個訊息出來 然後可能要施以一些 相關的一個壓力 然後但不管怎麼樣 結果就是今天 他還是中午的時候 就反北所需要 但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如果你真的是 多重細菌感染 我連醫院都不讓你呆 醫院做了最基本的處理 讓你覺得沒有生命危險之餘的時候 你就給我回北所了 回北所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都知道現在其實看起來 整個不管是庭訊 還是整個偵查進度 應該已經進入到尾聲 請訴書可能都在撰寫當中 但是那個時間點 你看起來檢察官 有壓放他回去嗎 沒有 而且我跟你講 這樣一壓 本來是說11月5號 這樣看起來 可能不只11月的話 搞不好又會 延壓兩個月下去 所以這樣子在不斷的 一按一按連環環相報的 一個情況之下 而且又有新的 市政的一個情況之下 這個沈慶晶能不能活著走出來 還是剛提到的 直接被人家扛出來 你講得太可怕了吧 真的是不一定 但不管怎麼樣 他現在面臨的情況是 就算他是活著走出來 他的企業可能也奄奄一行 有這麼嚴重嗎 對 他現在情況是面臨到 所以我們有特別提到 就是他的整個銀行團 已經有下兩的指示 第一個指示就是說 那你要給我加額外的一個擔保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你忠實化的一個順位這個部分 土地的一個順位部分 要提前 第二件事情 當然就是說不排除要提前 提前時間點是在哪裡 就說十一月初 所以我們都知道 沈慶晶她在十一月五號 又面臨到 能不能就順利交保 十一月初同時又面臨到 他的一個銀行團 會不會要求他提前還款 所以這十一月初 對於沈慶晶來講 不管是他企業上 還是他自己的人身上 真的都面臨到一個 你之前就講過 不管中共或者是中始化 這是沈慶晶兩個最重要的 這個所謂的企業 你說這兩個的企業的財務 其實壓力都很大 這兩個企業 你就看到銀行團 昨天根本就直接 衝著中始化而來 我直接邀著中始化說 你要給我提前還款 第二個是 你要給我增加蛋保品 你說這些都是要了 中始化老命的 是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始化現在的一個情況 就是他可動用的 約當現金 大概只有52還54億元 但是一年之內 要還的短期 借務高到192億 所以他原本就是 借信還舊 借信還舊 但現在你土地都已經被壓的 一個情況之下了 你有辦法借信還舊嗎 當然就不可能 所以你借不了 信你就還不了舊 你還不了舊就爆炸了 還不了舊 這個銀行團開始動手 他的銀行團開始動手 中始化本身自己 也借了非常多 除了中始化自己本身 借非常多 中工也借了非常多 所以他會呈現一個連鎖效應 如果一個連鎖效應 開始推下去的話 真的有如同骨牌般的 一個倒開始 整個企業都面臨到 一個資金斷裂的危機 不知道 今天最有戲的 就是沈信心 今天本來講 他可以住在醫院 可以吹冷氣 可以舒服一點 沒有 今天他還把他 從醫院弄到了北索 你想說從醫院弄到北索 他身體好一點嗎 沒有 按照媒體所說的 他是多重細菌感染 多重細菌感染 那非常嚴重的 那不就要他的老命嗎 你之前在我們節目就講 他有很嚴重的皮膚病 他每天要擦藥 而且他不但自己擦 有些地方還有別人擦 那如果你有這麼嚴重的皮膚病 你也有多重細菌感染 又在監獄那個環境 那不就要他的老命嗎 我基於 根據我過去在康林醫院 服務的經驗 這個14天的救護 救護就醫 然後就把他放回北索去的話 這個情況應該沒有那麼嚴重 你說省器已經沒那麼嚴重 沒那麼嚴重 因為我講個簡單的概念 如果今天照你剛剛的講法 是因為皮膚病 引起了細菌感染 多重細菌感染 引起了菌血症 就是血液裡面的細菌 再引起了敗血症 這一連串的發展 這個病程的發展 按照他的這種 這種年齡狀況的話 大概真的這種情況的話 大概三天就會 這個病程就會走到了 就掛了 這個敗血症 敗血症的話 就要用什麼東西治療呢 治療方法叫做 就是用抗生素治療 那抗生素治療 按照這種情況的話 我認為安全一點的話 要三個禮拜 要三個禮拜 要打到第二線第三線的抗生素 安全的話 因為年齡太大了嘛 那十四天就放回去 表示沒那麼嚴重 我認為沒那麼嚴重 就一般的抗生素治療就行了 大概一個禮拜 後面一個禮拜給他 多休息 那醫生 就主治醫生判斷 會判斷到你剛剛講的情況 對 就是你剛剛講的情況 如果我還保留你有傷口 對 再回到了北索 然後再度感染的話 然後造成致命的危機的話 現在這個主治醫師不是要負責任 所以主治醫師會 要把它搞到非常安全 才敢讓他要回到北索去 所以十四天 我認為已經是多照顧了 多照顧了 應該大概就是十天 一個禮拜左右 應該已經治療完畢了 那如果照這樣 那沈基金到底糟了沒有 到底說了沒有 他還在賦予完抗嗎 這個事情我非常意外 非常非常意外 因為到目前為止的話 確實以柯P而言的話 都沒有一個直接證據 說柯文哲拿錢 要有一個直接證據 到目前都沒有 我們懷疑是一千五 那我認為是一千五 沒有直接證據 是橘子拿的 可是現在不是講嗎 那現在你自己都寫了 2022 11月1號 1500小審 那這個所有在上面的 所有的大老闆 都是同樣的規格 同樣的數字 人家都是錢 那我可以說 人家都是錢 這一筆是時間 可不可以 他可以這麼賴 我當然這麼賴 不然我這麼快無期徒刑 我不賴 我這麼快答應你幹嘛 我這麼賴你怎麼辦 你就賴了嘛 那沈基金也沒有咬他 對 橘子跑路了 對 所以我當然這樣賴啊 我是柯P的律師 我一定叫他這樣賴啊 對 這個還有什麼好談的 那不就在這沒了嗎 這就是1500的下場 一定要審慶金或橘子來咬他才有用嘛 第二個就是李文中是關鍵 我只講李文中是關鍵 因為所有很多錢 因為我今天發現一個特性 柯P這個傢伙大小通吃什麼錢都拿 對 所以他反走過之處 他叫秋風少落葉 他什麼錢都往口袋塞 塞了太多以後交給誰管理 李文中 交給李文中 那李文中在把這個錢塞回他私人口袋 所以李文中跟柯P才知道 外面這些收的張錢 放到哪一個私人口袋 李文中才能證明 朱雅虎漲的210萬 是進到了從哪裡 哪一個戶頭 哪一個轉帳 或是說他這個這個陳佩琪 用六十次搭搭搭搭搭搭搭 ATM轉進去 那個就具體的嘛 對不對 那就是具體的 那他證明說 陳佩琪這個六百萬 是李文中把跟朱雅虎拿的 那這個也中了 這樣也可以 這具體的證據 所以我認為說到今天為止 都還沒有具體的證據 直接能夠讓柯P一槍斃命 那這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太好辦了嘛 嚴壓就好了 嚴壓 那時間多得很 不急嗎 不是 現在不是講嗎 現在針對兩案子 三個罪名 兩案子就是政治現金案 針對進化成的案子 三個罪名就是一個是土利罪 一個背信罪 一個就是貪污政罪 條例的行賄罪 不是講說我現在急著寫 寫訴出了嗎 我請教你一個最簡單的事情 我要嚴壓不嚴壓 要誰要誰同意 要法官同意 對 那你是法官 你的心證 你認不認 你同不同意這一千五十匯款 是會貪 對嘛 所以法官的心證也會同意 但是我判刑不見得判得下去 因為我要做法院的攻防嘛 所以嚴壓沒有問題的 對 我不能夠因此就能夠定一槍斃命你 但是我相信你有貪污 所以法官根據這個東西 而且還有同案被告在逃嘛 對 橘子在逃 還有這個幾個傢伙快要招了嘛 對不對 你看那個 蘇家虎這些都是間接證據啊 對 都已經 只要李文中說 蘇家虎講的對著 我把這個錢給了顆筆口袋了 那這個起訴書就可以寫 所以你所有東西都剩下臨門一角 剩臨門一角 三個人 李文中 橘子 還有沈慶基 對 就是三個人 這三個人才真正的能夠把 把柯P一槍斃命的人嘛 那這個時間在哪 站在北檢這邊嘛 北檢不急嘛 北檢真的不急嗎 剛剛不是算過了嗎 根據現在的證據 延壓條件已經夠了嘛 對 剛剛玉峰講的很對嘛 院方還可以給你搞十一個月啊 對不對 那你慢慢搞啊對不對 院方就不一樣囉 院方那個壓下去指使人 他有把握判刑是超過這個刑期 對 可以扣除刑期的你知道嗎 那個院方我跟你講 那壓小死人不是這樣壓囉 那怎麼壓嗎 他被你關在病肩去 他有病人他有病肩啊 不是他送醫院 你出不去了 沒有這回事 我們好像在基隆有個病肩嘛 是不是 對 病肩給你關 算執行 那時間就不要談了 就看地方法院 看院長 看法官高興啊 對 而我現在認為說這個事情 太不合理了在哪裡 就是沈靜晶的個性真的那麼固執嗎 他何必再搞成這個樣子 這個真的是說 我認為不是生命的問題 他的企業已經要倒閉了嘛 企業倒閉他不出去救企業 他在那邊給你叩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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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 我認為小死人現在下一次 聚保就醫的醫院 應該是別的醫院 應該找心理科醫生治療一下 今天北劍提出了 我要嚴壓柯文哲 我要嚴壓唐振生生 還有我今天也對橘子 列為被告加以通緝 還有我要註銷你的護照 你說今天看到柯文哲 就嚴壓原來除了橘子之外 還有一個救贖 到現在還扶在水面下 居然還沒有出來 搞了半天 這個共犯結構還有其他的人 還有柯文哲惡劣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回推到橘子 離開台灣8月29號那天 柯文哲在幹嘛 他一方面叫橘子離開 一方面製造斷點 一方面居然向這個社會 聲聲異曲功表示歉意 你根本就是兩面人嘛 沒錯 保證今天北劍出了重手 重手是什麼呢 他申請嚴壓柯文哲還有彭振生 好 申請這個嚴壓柯文哲的重點是 還有一個犯罪的可能是嫌疑犯 或是相關的證人 還沒有浮出檯面 好 那除了這個柯文哲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是 申請對許子瑜發佈通緝令 因為你在海外滋留不歸 我們已經找你很多次了 你都是沒有要回來 沒有回來的意思的話 你可能又具有犯罪的可能性 好 那於是我們就發佈通緝之後 同時註銷他的護照 所以他接下來的話 他已經變成是沒有護照 他必須要流亡在日本的一個狀況 可是現在可怕的是 他現在在日本的哪個地方 在日本的艾林區 艾林區是一個 在日本的花環之地 是一個龍蛇雜屬的地方 他會不會就堵下去了 堵下去是 我為了柯家 我願意在這麼龍蛇雜屬 在這麼混亂的地方居下去 那就是非常可怕 為什麼這樣做 搞了半天 他跟他們的家族完全沒有感情 他完全被當成隱形人 他在過去的時間 姥姥不疼 舅舅不愛 他37歲的年紀裡面 沒有做過一天的工作 他唯一的工作 是柯媽給他的 沒錯 為什麼是徐子瑜 為什麼柯文哲那麼相信徐子瑜 寶姐 我們知道原因 因為他是被挑選過的 被挑選的 對 他為什麼被挑選 第一個 徐子瑜 他不是說沒有啊 他不是杜聰明之後嗎 照理說他沒有家大業大 可是寶姐 今天記者去完全去追問 他的家族的成員裡面來說話 跟他最親 他其實原本應該是最新的父親 父親就說 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跟他記名 已經是除夕那時候的事情 所以說整個家族 對他其實是不太了解 你的爸爸跟你的女兒 對 一年只見一次面 現在這個爸爸跟這個女兒 上一次見面的時間 竟然是除夕夜 而且他對他的女兒 做得一言一行一舉動 他說他完全不知道 他說他這次也是看了新聞 才知道說他會所謂金融操作 他說他完全都不知道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斷定 他在家族裡面是個邊緣人 邊緣人來說 偏偏他要家大業大 但是問題是他一定非常的不得知 但是有一個人非常的賞賜他 柯媽 柯媽非常賞賜他 他是杜聰明 他的後代 他是我們的遠房親戚 柯文哲你要好好對他 然後柯文哲 果然對他非常好 所以把非常多重要的東西給他 所以許子瑜或許就是感覺到說 對啊 我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就願意為柯P去賣命 他已經37歲了 37歲的生涯裡面 沒有中國一天是沒有一天的工作 他本來不是會計專業嗎 他爸爸居然講 他根本不懂財務 所以因為他被挑選的這個人 所以柯P知道說他可能會為我們賣命 所以你看他現在即使人在艾林地區 他明明可以過得非常好的生活 他還是在那個地方 他還是沒有回來 他甚至可能未來會逃亡日本 很多友人都跟他說 你就回來吧 橘子 甘媽你趕快回來了 問題他就是不回來 好 那我們可以講 這樣這整個戲都是安排好的 為什麼安排好 他原本在8月27號 曾經有回來海灣一次 可是問題是8月28號 老闆姐發生什麼事 威京集團被搜索了 被搜索之後 柯文哲知道 嗨啊 這個橘子一定要趕快讓他出去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橘子 橘子精華出鏡的這個畫面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 寶姐那為了要讓橘子出去 那民眾黨還演了一齣戲 為什麼演一齣戲 在8月29號當天 你記不記得 民眾黨集體排成一排 大家 對 大家一起道歉 你們好像非常誠誠的 向這個社會道歉 可是另外一方面 你們居然趕快叫橘子出國 設置斷鐵 那你如果覺得你這麼清白 你幹嘛叫橘子 橘子夾走 對 根本就是暗渡陳昌 他們在那邊集體道歉 然後柯文哲還會講 對啊 我對不起大家 然後就說什麼 我請假三個月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狀況 可是寶姐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全部的目光焦點 都在民眾黨的時候 舉止就可以出去了 對 出去的時候你看 待民眾黨開會的同時的時候 他已經現身在大阪機場了 所以說到時候 就是演了這一齣戲 讓他趕快離開 所以等於是說 事實上這些所有都是 經過鋪排的一個狀況 而且我覺得他爸爸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一句話我都覺得 他們婦女的感情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了 當然了 你心不想要趕快回來 他完全沒有任何表情 也沒有任何的情感 他說 我就順其自然 你的女兒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你的女兒現在流往海外 你的女兒搞不好 一輩子要在海外流浪 對 你覺得好像無所謂的樣子 對 沒錯 事實上今天媒體區問了他爸爸 他爸爸你看 有沒有辦法跟他聯絡 他說我沒辦法跟他聯絡 因為很少看到他 然後事實上 他在日本 我是看到電視才知道 他看到電視才知道 他去日本 那行不行要他回來 好OK啦 就順其自然 但這件事我不是很瞭解 我很少講話 我台北也很少去 那跟他也很少對話 現在也沒有聯絡 那我對他做什麼 他都不知道 也很少溝通 一年之後 楚系建議事面 其他都沒時間交流 那說柯文哲是遠忙 其實他說是真的 不過很遠 那怎麼當到義工到上班 我也不清楚 我對他了解 對他財務的狀況 不瞭解他沒有上班的經驗 大學畢業到現在都沒有上班 所以你看 現在目前你看 對於說他怎麼會 那所謂義工 當帳房財務操作 我想也是不可思議 百思不得其解 所以你看可見 所以他爸爸聽到他的女兒 可以當帳房 對 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他的父親完全對他不瞭解 那還有人去問了其他 包括他舅舅 什麼很多人 他們都完全不知道 所以等於是他在家屬裡面 是一個什麼 所以隱形人 邊緣人隱形人 沒有人重視他 沒有人在意他 所以就是為什麼這種個性的人 他就覺得說柯P對我好像恩仲如山 他這個是我一個 我為這個所謂知己 那我就要為他賣命的一個狀況 好 那另外今天 在這個所謂的言押書裡面提到說 原來除了許心被告 也就是許子之外 另外還有特別強調 是柯文哲的救贖 這個救贖到現在 剛剛講的 市長其實先的救贖 跟相關這人 還沒有傳喚道案說明 而這個人的角色跟橘子是等同期間 等同期間就跟你講 為什麼大家都直指邱毅凱 對沒錯 那一個所謂的被告 或是這個救贖來說 到底是誰 很多人都說是曾經擔任過 悠悠卡公司總經理的邱毅凱 那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他過去一段時間 他從2013、2014年 就開始在柯P旁邊工作 然後另外一個 他重點是 他在幫柯P打造所謂的網軍 網路的這個總教頭都是他 他是網路總教頭 另外還有一個點是什麼 因為傳言就是柯文哲的 冷錢包這些相關的know how 就是邱毅凱介紹給他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曾經擔任這個悠悠卡的總公司 他們曾經還想把悠悠卡公司上市上櫃 所以顯見他們有非常多密切往來的這個機會 對 那尤其是現在大家爆出來就是說 在整個過去 在這個柯文哲執政的這個時代裡面 有一個永鋒幫 永鋒幫 對 永鋒幫除了我們想到的邱毅凱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講張靜元嘛 這幾天爆出來的 就是曾經在這個所謂 這個前幾年的時候 他帶著橘子去拜會過 張靜元 就是張靜元他跟黃國昌的關係非常好 那目前還有誰 還有吳家元還有陳廷汝這些 過去一段時間都曾經擔任過 台北悠悠卡公司的重要的職位 那寶記元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第一個 在過去這個根據這個議員的爆料 2017年開始每個月的最後禮拜 張靜元還有這些永鋒幫 都會到市長寺跟柯文哲開會 那開會來說 他們有一個叫做 他們叫做財政小組 在這個財政小組 被北市府認為是什麼 叫做地下內閣 為什麼地下內閣 因為包括柯文哲 還有包括蔡碧如 李文忠 還有周一秀 還有這些永鋒幫 他們一起開會 開會商討什麼事呢 他說舉凡什麼 舉凡什麼現金卡 五現金然後市民卡 台北通悠悠卡 什麼所謂修好券 小巨蛋的這個狀況 還有自行車的這個專案 什麼所以跟財政有關的 跟錢有關的 全部都是他們在討論 所以告訴你什麼 如果假設這些錢的討論 都是跟他們有關的時候 保證他們對金華城這些案子 會不會有些了解 很了解嗎 對北市科會不會了解 對包括說像這個 所謂第一魚國市場 會不會了解 所以我跟你講 或許在這裡面來說 真的有還沒有到案的嫌疑犯 好 宇雪 在這個嚴壓的書裡面 譬如說說 除了許姓被告 也就是除了許橘子之外 還有柯文哲的救贖 相關的證人 還沒有開始依訊 他想說 除了橘子以外 還有其他的關係人 還有非常重要的 那現在大家就直指邱玉凱 邱玉凱你之前 跟吳董仲曾一提過 他的角色至為重要 如果覺得橘子很重要 那不好意思 邱玉凱的重要性 絕對比他重要一百倍 邱玉凱有這麼重要 光是認識的時間 就不一樣 橘子可能是2018年 從原本的志工 一路在2020年 可能柯媽媽一封信 一通電話之後 才進到市長市 但不好意思 你知道邱玉凱也好 張靜元也好 以及我們講的 吳家元 陳廷如 這些人的 寶玉哥什麼時候 就進來柯文哲 什麼時候 2014年的時候 就已經在柯文哲的團隊 第一任 市長任 你要有理解喔 柯文哲那個時候團隊 他是什麼狀況 不好意思 出去外面的時候 根本沒人理他 然後去募款的時候 也沒人理他 拿著一個紙箱 然後有人丟五十一百 他就感激到流淚 然後那時候 還有民進黨的人 要幫他去辦倉會辦募款 然後看到三百萬的時候 寶玉哥你知道 柯文哲幹嘛嗎 嚎啕大哭 真的假的 他們是從那個時期 一路 原本是民進黨 支持他那個時期 就陪在他身邊 所以你想想看 邱玉凱多重要 所以邱玉凱是 柯文哲的黃埔一期 對再來我們講這個講 情感上 兩個人已經緊密連結 但專業上 他更能提供 柯文哲所需要的需求 仔細看這次檢查 為什麼要這樣想 涉犯第四條 第一項第五款 這是所謂的收惠碼 第六條是什麼 行惠碼 第六條圖利 但不好意思 他說重要關心的人 除了許姓之外 還有在市長時期相關的證人 為傳喚道案說明 寶玉哥 為什麼大家都直指 這一定是邱玉凱 為什麼 因為邱玉凱也好 張靜元也好 這些人管的都是 柯文哲的錢 就這麼簡單 我來舉例好了 2018年 那時候邱玉凱做什麼事情 不好意思 還默默無名 大家都還以為 他是網軍頭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柯文哲進行總部發現說 有IP 十幾個IP 同一個人操控 寶玉哥 2014年我們在幹嘛 那時候網路 根本就是大家還在學習 還在剛在熟悉用 沒有人用網路打選戰 那個時期 邱玉凱就已經會用網軍了 你就知道他那時候 走在多前面 結果18年 所以有人講說柯文哲的網軍 是唯一可以跟民進黨抗衡的 而這個網軍一手籌辦 是邱玉凱 對 因為14年那個時候 根本政壇上 沒有網軍這件事情 但是是從邱玉凱 從柯文哲之後 把這個民進黨還走在後面 對 是由他們先創造出來說 發現有這個網軍 然後大量的攻擊這個連勝文 後來發現 背後 14年就叫他網軍頭子 就他 網軍頭子是14年的綽號 你不要誤會了 2018年的時候 他又再進一步了 豐工偉業 你知道他幹什麼事情嗎 他幫柯文哲 線上募款 線上募款 他也是第一人 18年的時候 柯文哲是不是小的募款 如雪花片般 慵懶 就是他設計的 所以這次選總統大選的 線上募款 發想的就是邱玉凱 對 而且你看 是時間最短 金額最高 柯文哲 為什麼要把他放在這邊 競選團隊 怎麼辦到 18年 那時候大家都還 連任的時候 玩殺的時候 他就玩線上了 你看啊 就是這個 他就跟你講說 我就是利用分制線性法 我去研究 後來研發一套 網路系統 可以符合這個法律 又可以線上捐款 而且我還可以統計 所有這些知識者的數據 所以你才理解嘛 很多人在講說 他去悠悠卡公司是仇用 錯了 柯文哲絕對把他放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一定要把他放在這邊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悠悠卡 因為管錢 那悠悠卡就是所謂的支付啊 行動支付 電子平台 法律哥有沒有想到 所以現在大家為什麼講說 邱玉凱這個很重要 不好意思 柯文哲是不是在2019年的時候 出席一場區塊鏈活動 這跟他有關 就是陳志涵給我們看那個人錢包 對 就是邱玉凱帶下去了 邱玉凱引現了 我覺得最怪什麼你知道嗎 吳董在4月的時候 就已經講說有一個局勢的人 當時也就講說 這個人一定要好好把他盯住 我在4月的時候 就跟你講有一個局勢 就8月29號的時候 他還可以離開台灣 那邱玉凱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吳董在8月份的時候 也講邱玉凱非常重要 邱玉凱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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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搞了半天 這個人也可以人間蒸發 吳董講得更具體 因為我人就在旁邊 他是說冷錢包就是邱玉凱 幫他弄得趕快去追趕快去嘗 我以為就是有內線嗎 所有民眾黨人都知道邱玉凱的角色 而且你以為只有這樣嗎 不是 我要一個跟你解釋 因為包括張敬遠 寶德哥 你知道他什麼時候跟柯文哲 兩個GOT奏會了嗎 什麼時候 也是2014年 你們大家都不知道對不對 張敬遠 2014年 邱玉凱 2014年 王軍頭 黃建興 這都是優惡卡 這都是我們講勇猛 你知道他那時候 曾經擔論過柯文哲是什麼嗎 什麼 競選辦公室主任 都沒人知道 然後吳家元也能想說 什麼優惡卡 控股董事長 董事他是顧問 他是誰 不好意思 他是柯文哲2018年的財務委員 全部都是進辦的人 長這麼久 你都不知道 一個是海外資金的高手 這個呢 就在搞新貴的嘛 那時候台北市 我跟你講 掌握優惠凱公司股權只有38% 你如果升了全部新貴下去 馬上被吸 是被人家併吞了 就是他弄的 那邱玉凱是網軍頭子 加上這個吳家元 也專門懂財務的黃建興 所以你想想看 這群人創在一起 而且還有一個最關鍵最關鍵的地方 張敬遠 除了海外資金 境外資產之外 你知道他還有什麼特色嗎 還有什麼特色 滅陣 他非常會滅陣 當時 我記不記得 他去告永豐金 永豐 對 把永豐金反告他嘛 結果檢調要求 他把他家三台電腦拿出來 保證哥 你知道拿到電腦之後 檢調嚇壞了 怎樣 第一個 完全毀損 全部都被拆開來 然後裡面都破過強酸 然後弄得 破過強酸 而且是那種特殊化學物品 他萬他完全無法復原 所以你說我想要這個是破解 都破解不了 不只喔 後來他們想盡辦法 真的挖到那個硬碟的深處 你知道打開之後看到什麼嗎 電腦是不是二進元 是不是都01 01 對不對 全部都剩0了 完全清空 他們說從來沒有看過 這種毀式滅跡到這種地步 你可以把格式化到這麼徹底 對 什麼資料都沒有 所以你就知道 柯文哲身邊 藏了這些隱藏的金融高手 已經藏了十年 你還會懷疑一個冷錢包 小小的冷錢包 他處理不了嗎 所以 剛剛講的 當然整個柯文哲安 非常的複雜 訊息非常的矛盾 之前本來以為說 現在至關中有在柯文哲旁邊 最貼身的局勢 他在什麼時候走的 在26號走的 現在沒有喔 你不是8月26號走的 你居然是8月29號走的 那8月29號走的 重點在哪裡 8月29號走的時候是 第一個 印小微在27號要出境 28號的時候 大舉搜索 大舉搜索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扣押 激押了審計金跟印小微 你是在大舉搜索 印小微跟審計金之後 129號你就離開 而且離開很清楚 就是柯文哲叫你走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根本就沒有林真宇講的什麼 去遊學 你在騙人 你在說謊 你就是到這個跑路 跑路了以後 剛剛講到30號 就馬上去收集台坡了 代表 這中間真的有憲民 真的有人告訴他要趕快跑 另外就是 現在局勢的角色 真的是越來越複雜了 因為他居然 跑到黨部 將那400萬的現鈔趕快帶走 巴拉哥這是標準的 健壯不對 高歌離席 跟遊學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把整個時間 去趴清楚 當然恍然大悟 你是在印小微27號 那個時候有沒有 企圖出軍被攔下來 那時候發現說 他的護照 或者他買機票的時候 已經被註記通報 所以檢察官馬上去逮人 但是你局職是在什麼時候出 29 29號出耶 所以換言之 你是看到印小微已經被抓了 而且檢調大動作搜索誰 金華城跟印小微高達43處 那時候 你局職這時候是不是有一個人 發現不對勁了 不分的距離喔 通報報現在跟你講說 趕快局職浪槓了 你這個時候才落跑了嘛 不要跟我講說什麼遊學嘛 你就是怕說自己會出大事情 這時候才跑嘛 那保來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所以我們又被民眾黨騙了 說什麼 他是留學或是遊學 根本就是騙人 而且你仔細看喔 他一跑了之後 馬上 檢調跑去找誰 柯文哲 台坡大樓 黨部 就是柯文哲在媒體面前 有沒有 這邊匹配狗 然後躲在裡面說 一個小時都在大便 然後出不來的那個時候 就局職他在前一天 跑掉了 那肯定保力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局職他有這個敏感度說 哎呀 檢調要來了 然後發生什麼狀況了 所以我知道了 我趕快訂了機票 我趕快跑嗎 你又早不跑晚不跑 剛好在這個時間 就有人叫你跑 有人叫你跑 我跟你講各位 你這個東西很清楚 檢調只要把一個東西公布就好 去查他訂票的紀錄 他如果訂票 是在28號被抄 28號馬上訂 那我跟你講 你少來給我這一套 因為遊學他會幹嘛 提早啊 提早很多時候訂 所以如果是當天訂 肯定出問題 所以現在大家講說虛職呢 他竟然你好不容易給我高歌離席 流失大起了 而且現在得到的任何訊息 大家不是講嗎 勸橘子回來 現在得到明確的訊息是 橘子說我不要回去 如果橘子得到這麼明確的答案 出個訊息說我不要回去 有兩個 第一個是他知道柯文哲完蛋了 第二個是他的罪 因為橘子牽涉在裡面 橘子的罪行 比我們想像要嚴重很多 柯文哲說你現在考懂了吧 檢調跟橘子呢 我們講都在疊對疊 為什麼 因為檢調怎麼跟大家外界傳出來的消息 說沒事啊 你只是證人啊 你回來的話呢 你可以豁免無罪啊 你不會有任何狀況啊 要幹嘛 要把他誘拐回來嘛 但是你如果按照這個邏輯來看 橘子為什麼吃了趁多鐵耳心不回來 因為他很清楚一件事情 如果我也涉及到這個案件 按照貪污智慧條例第三條 即便你沒有公務人員身份 那也叫什麼 叫做共同證犯 更煌了你橘子本來就有公務員身份 而且我非常好奇 是你幹嘛要突然跑到黨部去拿那個錢 拿那個錢 現在傳說就那四百萬 四百萬我想這個有那麼重要嗎 後來有人就點醒我說 欸不對喔 你看鄭文燦為什麼掛掉的 鄭文燦掛掉就是有人跑到他的岳父家裡面 岳父家裡面的這個保險箱裡面 有一筆現金忘了拿走 這筆現金拍在眾人之前 你岔翅南非 你如果看到這個現金 如果這個條子都還綁在上面 一捆一捆的 如果這個畫面傳到了整個社會 那還得了喔 所以我現在懂民眾黨邏輯了 你只要看到民眾黨 不管黃國昌還是陳志安還是吳宜萱 他們對什麼事情呢 大吼大叫非常憤怒的時候 那就是貓膩的所在 還記不記得那時候 敲辦公室這件事情 檢調是不是稍微這樣看一下 而且還有人陪同喔 虛夫也陪同喔 然後他們在批評一個說 你剪掉我什麼 你憑什麼這樣敲我辦公室 那邊大聲小叫的 他搞懂了 檢調在找什麼 找錢 就在找這個400萬嘛 所以那個時候民眾黨緊張死了嘛 而且你看到傳出400萬的時候 民眾黨的反應也非常強烈 對嘛就是很緊張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如果找到這個400萬 各位你不要覺得沒什麼大不了喔 有的是 當時鄭文燦是不是600萬 那時候被找到的時候出什麼狀況 來這就是鄭文燦 因為當原本人家給他好的現金是什麼 用鈔票捆好 而且他有密封喔 密封好之後 裝在一個盒子裡面 送給鄭文燦 可是當鄭文燦交付交還過去的時候呢 他變成什麼狀況 第一個 封條不見了 再第二個呢 有些換成用橡皮筋綁了 再來第三個 那個封條還有剩下來的 跟鄭文燦所有往來的銀行不一樣 而且木盒子也不見了 變成什麼 紙袋 所以證明一件事情嘛 你鄭文燦去碰過這個錢 所以如果檢調一旦找到這個400萬 寶群哥他第一個看的是什麼 封條 對封條 哪個銀行出來的 因為今天你只要每10萬一捆對不對 他那個封條都會輕輕逐步 標誌是各種銀行 而且綁法他甚至有流水號可以居查 你就會知道了吧 這如果跟柯文燦往來的銀行都不一樣 那我講 事情大條 那就證明一件事情 這個東西就是財產來源不法所得 而且是貪污款項 那寶群哥 今天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在講說 哎呀橘子只是負責收錢 橘子啊這負責拿錢 但現在直接跟你講說橘子呢 還幫柯文燦幹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他會當我們講spy 打小報告 他會當東廠 但我跟你講他跑說 哎呀我們是不是講到先前的苦主謝明珠 慘到要去我們講辭職 然後呢寫一封公開信 結果他們現在講說不對喔 謝明珠怎麼樣離開辦公室你知道嗎 被橘子干中了 被橘子熏出去了 橘子很熏 然後把他熏出去了 他說他就暗中的去跟蹤謝明珠 然後去偷拍照 他說橘子最喜歡拿著一隻手機的 然後看到人就這樣不斷拍拍拍拍 然後呢把這些訊息你知道丟到哪裡嗎 丟到民眾黨的粉絲社團裡面去 丟到LINE裡面去說 你看這是某某人 這是某某議員 這個人很壞 這個人很糟糕 所以謝明珠當時就是這樣 不堪祈禱 一直被打小報告之後呢 幹嘛 直接只能說 啊柯文哲說 哎好啦好啦 我跟你講你跟橘子出不來 好啦那你辦公室桌 辦到外面去啦 他就叫他直接 我們講了 搬出去 搬出哪裡 那市長室就留下來誰 就柯文哲 那橘子黃心香 變成我們講機關要地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要跑去幹嘛 連藍綠的議員他都給你去偷拍 但我最後面只問各位一個問題 橘子當時只不過 我們講進到市府的時候 是我們講2020年那個時候 他也是個年輕人喔 年紀非常期三十幾歲喔 所以到底是橘子自己發自內心主動 要去收那些錢 要去拍那些照 還是柯文哲不想把手弄髒 把橘子當作除臭劑 把一些爛事臭事得罪人的事 收賄的事 通通叫橘子幹 讓他變成共同正販自己 拍拍屁股 裝得非常清高 一切不一 所以各位好好想想 好所以所以 今天我們看到北檢又在約談了彭政生 講說金華城不都已經查成這個樣子 你再去查彭政生幹嘛 你說可能有別的案子 又重新啟動了 現在萬大國在市場 可能又是第二個案子 還有你說這個所有的案子 都是緩緩相扣 包括剛剛講 你如果再回到忠實的話 今天的那個記者會 那五億元跟他講 那個錢怎麼來怎麼去 其實現在都有眉目了 我們先講 這個案子跟扁案有一點相似 我曾經在這個節目 很多次的講 這個案子最不可能認罪的兩個人 一個就是沈慶金 一個就是柯文哲 對 你很早就這麼講了 對 因為沈慶金人未才死 他花了那麼多功夫 好不容易弄到這個百億的容積獎勵 他一認罪他就沒有了 那現在北檢當然出大決 把這個銀根或者是土地把它扣壓下來 但這個效益大概要半年之後才會出來 就是他轉不開了 他現在還在賭嘛 萬一抗告成了呢 萬一這個還是周轉的開來呢 所以他沒有 所以有時候要像吳董講的 要登個第一張支票跳票 對 大家緩緩就連緩爆他才會嚇到 對 不到黃河心不死嘛 他還在咬緊牙根在撐嘛 萬一撐過去了呢 頭過身就過 所以他還在撐 那第二個絕不可能認罪 認罪就撈了就難看的人 叫柯文哲嘛 一認以後還要不要做人嘛 整個民眾黨也還要不要做人嘛 他就會有前居之間叫誰 叫陳水扁嘛 錢都找到了嘛 還是死都不肯認 建國基金嘛 所以陳水扁都不認 到現在也好好的一張人好好在外面 他為什麼要認 所以北檢就要選 所以對他來講 我認了我的錢也都沒了 而且臉都沒了嘛 所以我最重要就是把錢留住 對 錢要留住 臉面要留住 死都不肯認 性者橫性 我只要撐過2026年 我還有幾席議員 我這個政黨還在 我這個保護傘還在 我的小草還在 我起碼還有一些政黨的力量 可以割草割韭菜嘛 所以他不能認 死到最後也不能認 再來講到這個 今天忠實話跳出來 他不跳出來也就算了 他跳出來我就認 沒有那五億元 對 我就認真的去看他的財報 坦白說 那四億七千萬 正確數字剛剛惠真姐講了 四億七千萬 還真不是公關費 上市公司是不能編列這麼高的公關費 他叫做什麼呢 獎金分紅 取得容積獎勵的獎金分紅 所以現在北檢認為他是獎金 他是分紅還真的是正確名字 因為他的增補協議書 他的財報就是這樣寫的 他說因為金華城的投入 而取得的容積獎勵 給他相對應的利益 可是這就很奇怪了 大家知不知道金華城 我覺得接下來金管會跟經濟部 真的要出手了 因為忠實話是上市公司 他怕的是什麼 他怕的是經濟部跟金管會 這裡面有沒有虛假嘉義 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重新去爬梳當年這個交易 充滿了虛幻 你知不知道忠實話 當年是什麼時候通過董事會 要去買這筆土地的 什麼時候 他是108年9月25日通過董事會 決議去投標金華城這個土地 那他是哪一天標到 你知不知道 同一天 我今天通過董事會說 來 我們去買這個300億的土地 不好意思 今天要去投標 同一天 然後我今天標到了 這個是什麼 這是叫快遞的概念嗎 現在打個電話叫快遞 我有一個文件幫我投一個300億的標案 然後今天就標到了 我剛剛本來想吃這麼隔一天 就當天 當天 好 然後108年的10月30號 就簽了買賣契約了 也就是金華城在108年 就把土地賣給了頂月了 那金華城就不是地主了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我都不是地主了 我109年 我幹嘛一直去找 應曉薇議員 一直去跟柯市府吃便當會 要融機率啊 我都把土地已經賣給人家了 頂月了 那為什麼金華城不斷地找議員去找市府要融機呢 大家不會覺得很神經錯亂嗎 而且開宮典禮你還在旁邊 對 從109年到110年出面的通通叫做前地主 金華城 人家吃米粉你在化修 地主都是頂月了耶 所以這是不是個虛假交易呢 你土地都賣出去了 你說這是犯罪的 然後更神奇的是 那個所謂的增補協議書 是土地賣完以後兩年耶 是便當第三次便當會 所以說這個契約的以及增補協議書 其中協議的在這個要交出支付的 4億7619萬的這個錢 這個分紅的 這個叫做分紅的增補協議書 是在第三次便當會 也就是柯文哲交辦說 彭政森你就給我當PM 等到這個容積獎勵的計畫書來 就馬上給我提送都委會審議的 完以後 金華城跟鼎月就馬上簽這個增補協議書 議書就是太多了啦 我們可以簽這個分紅的協議書了啦 我幫你拿到囉 我金華城幫你拿到囉 你要給我分紅的協議書 錢趕快拿出來 如果這個容積獎勵最後叫做不法利益的話 那這個協議書叫什麼 分贓協議書 好 大家不懂 今天你剛剛就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局勢在29號出去 他怎麼出得去 為什麼他完全沒有禁管 這個要問北檢啊 這個不是禁管的問題啊 他如果說30號能夠出 我上次提出這個問題 有兩個可能性嘛 他這個叫做禁管通知 不是禁管 禁管的話你根本就不要想動了 你一到買機票你就完了 你就不能動了 根本就完全被封鎖掉了 那禁管通知是說你要出境 到了海關 那個時候 海關就要通知 好 你這個人 易小薇 你是檢察官有註記的 那就會通知在機場所在地的 駐守的調查局的官員 把你請到調查局的他的特別辦公室 他有個小地方請你坐下來 然後他就開始打電話聯絡 請示檢察官 這個人在這邊要 我要怎麼辦 他說你把他留到 不要讓他走 然後他檢察官就立刻派 偵察官進行扣押帶走 就是他程序是這樣完整的 那我就有兩個可能性啊 有可能他是到了 偵察官的手上 已經被禁管通知了 然後檢察官把他放掉的 有這個可能性存在啊 所以北檢一直不做交代嘛 對 第二個更荒謬的就是說 這個人 北檢不知道 從來不知道 檢察官不知道這個人 就完全都沒有監控這個人 那你在七月八月份 你在辦什麼案子 對 最重要的人跑掉了嘛 所以這個變成檢連在這個辦事 案子上是重大瑕疵嘛 到今天每天放了很多消息 真是還不公開 最重要的人放掉了 最重要的人給你放掉 那這個人上面還有誰 就還有一大堆啊 這剛剛不是講的辦公室裡面 有邱毅凱啊 有這個張震源啊 張震源的背後有誰 有黃國昌啊 他是一塊一塊 罵掌一串的一塊了嘛 那這個人會不會回來 當然不會回來啊 你說絕對不會回來 他說不會回來 他現在是什麼身份 證人 證人還是被告 你說隨時證人轉被告 現在是證人還是被告 證人 那什麼時候也能轉成被告 一定要有犯罪事實 才能轉成被告嘛 對不對 你檢察官不能在家裡面想說 我要他回來 所以故意給他搞被告 不行嘛 證人可不可以通緝 證人不能通緝啊 證人怎麼通緝 證人是傳三次不到罰款九千元 證人 中華民國憲法規定 證人 中華民國國民有作爭的義務 然後證人你不能騷擾 證人最多去一次 所以只要舉止是證人 你就不可能通緝他 沒有辦法通緝啊 所以他也知道你通緝不了我啊 你不能通緝我的話 你就不能夠取消我的護照 就不能請日本國來協助遣返嘛 後續程序整個卡到嘛 所以這個是個烏龍案件 北檢辦的很爛啊 不知道 你之前就講了 為什麼民眾黨 他這個帳範圈對不起來 你是第一個講 他居然是透過這一次總統大選的過程 利用這個機會 我來洗錢 所以我才可能說 我把選舉帳戶才剛剛打開 不到了八天的時間 我居然可以整個上衝到一億多元 另外就是 因為我這個錢來的太快 來的太多了 我又想把這個錢洗到我自己的口袋 所以我就要拼命洗錢 而在拼命洗錢過程裡面 你說 絕對不是只有柯文哲在洗 不是李文中在洗 大家有樣學樣看到 你可以這樣完 我就跟著這樣完 就洗到後來 不可收拾了 因為太多了嘛 十八萬筆啊 然後一定要有大量支出啊 他沒有大量支出 那個發票進來 所以這個他創造了一個美麗的機會 讓陳志涵跟許甫跟這些李文中 這些包黃珊珊 對 趁機在亂 在這個作亂當中啊 撈一把嘛 你說天下大亂行事大好 對 也不知道天下大亂 就是民眾黨今天 就是這裡面就是物欲恨流嘛 物欲恨流是從心已經爛掉了嘛 柯文哲的心已經腐敗了 他腐敗到有很多很多行為不合理 我講的對大家聽起來 覺得不怎麼樣的事情 我認為非常怎麼樣 他只不過去一個人去撿六千塊錢的 理髮六千塊錢的頭 對 這個不可思議耶 這不是跟連戰當年的五百塊的便當 一模一樣嗎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對 你怎麼會有一個人去撿六千塊的頭髮 你講給大家聽 而且你覺得毫無愧色 我再講一個另外一件事情 我聽說啦 這是聽說 我聽了一個非常好的媒體朋友跟我講說 今天包括我們賴賞 賴賞看他整個行為裡面 最不能忍受你知道什麼事嗎 什麼事 他居然用這個 這個務可公關公司 去收他的肖像權四百萬 四百五十萬 對 肖像權四百萬 肖像權四百萬 為什麼我特別講賴清德賴賞的這個 非常感受很強烈的 是這個四百萬這個事情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我絕對沒有亂講話 為什麼 因為不可思議嘛 因為這四百萬是誰給你的 誰給的 是小草的小草 一塊一塊這樣累積起來的錢嘛 你居然敢給你的小草要錢 割小草 割小草 把小草當韭菜割 這個整件事情的第一個反應 我們的賴總統反應說 如果這種事情 他把他支持者給他那種辛苦的錢 他還吃飽 放自己口袋 所以說只要有選舉過的人 只要有一點政治經驗的人 都覺得不可思議 不是 怎麼會有這種的決心跟勇氣 幹這種壞事 我們要幹壞事那個心要黑喔 要黑到底才幹得出來啊 假的 對不對 你劉保傑照顧吳子佳 結果我反過來就捅你一刀 這個沒有道理的事情啊 就他幹得出來 對 所以表示他的心黑的程度 無以赴造成你不可想像 有什麼可怕嗎 這個就是我認為就是 是不是他自己講過生死學嘛 他自己講過台大醫學院教授 他看淡生死 對 所以看淡生死以後 所以他也看淡人間的善惡嘛 在他的眼中 人只有惡沒有善這個東西啊 沒有善沒有惡 沒有人性的問題啊 他就是把小草當 所以當他的行為開始出現 把小草當韭菜的時候 旁邊是一批什麼樣的人 對 我跟你講很簡單嘛 古話講的進朱者是進末者 可以還有與人交往 與氣相應 我跟你要交往之後是什麼 我們那個氣息要相通 結果你是個爛貨 你是個黑心的一個黑心的醫生 你是一個毫無道德感的 柯文哲的時候 對 誰會靠近他 沒有道德感的人 都是沒有道德感的小偷嘛 所以這蛇屬一窝 只要就是心要黑到相當的程度 才能夠參加他的核心 可是我覺得我也算夠壞的 我也不是那麼有道德在 可是我想說我先到那個團體裡面 看他這樣搞 我一定趕快跑掉 我們這樣講 誰還敢在那裡面啊 其實還講說 你連員工都要砍 不是 那是犯罪 問題是對象是誰 對象是支持你的人 對 是對你好的人 是尊敬你的人 你利用別人對你的尊敬 跟對你的好感 跟對你的熱情 對台灣的愛 你這時候狠狠地砍 狠狠地砍這些人 所以這種獲赦 然後居然他們的黨今天 還以他為榮 對 為什麼以他為榮 這個是很奇怪 而且說 我現在挺科一步不讓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很簡單 所以這不是 這個是價值觀的問題嘛 所以他們是 我剛剛講的嘛 一秋之河嘛 蛇屬一窝 好所以蘇貝 接這個賬 任何選部取得 都絕不可思議 是我今天如果把這些 我的幕僚 我現在的幹部 我把你灌水 一個人加了十幾萬 總共有340萬 最簡單的 你那個賬怎麼抽 你那個賬怎麼平 而且你怎麼這麼敢 這一些人其實就是 靠這一份薪水 跟他的熱情 在為你服務的人 你怎麼好意思 你收支不平衡的時候 你居然把它灌到裡面去 那那些錢 到底跑到哪裡去 對 你怎麼敢做得下去 而且如果裡面 有一個人不開心 出來指控你的時候 對 欸 你怎麼敢啊 你的政治代價 你的政治代價有多大 你為了4萬塊 5萬塊 然後你是一個選總統的人 你居然去吃 這樣子的人的豆腐 你居然去吃 你的員工的豆腐 扶爆他薪水 對 你怎麼好意思 你怎麼做得出來 所以 他完全沒有底線 他昏心不濟 他什麼都敢吃 是 所以剛剛 吳董說得很好啊 柯文哲是把厚黑學 完全落實的人 你想想看這件事情 就如剛剛寶傑跟你說 欸 我也很壞 但我都做不出來 因為每一個人 總是有那個道德的底線 可是柯文哲 已經突破了那個道德底線 他的心的黑度 跟他臉皮的厚度 是你無法想像的啊 所以你要知道 你要有夠黑 你才敢把這麼多的 員工的薪水 扶爆成這樣子的程度欸 你知道之前這個事情 我大約是兩個禮拜前知道的 兩個禮拜前知道的時候 是有一個記者 因為有員工跟他爆料 他在查證這件事情 所以員工早就在爆料了 是 他跟我說 議員 你可不可以幫我問一下 監察院 民眾黨 有沒有去報更正 因為有員工跟他爆料說 一月份的三筆薪水裡面 他有一筆就是沒有收到 然後你可不可以幫我了解一下 從七月份他們的政治獻金 被爆出來之後 他們到底有沒有去更正這個項目 我說我無法從監察院那邊去得知 所以代表一件事情是什麼 這個同仁緊不緊張 同仁很緊張 同仁怎麼知道的 就是因為民眾黨的政治獻金爆的一團亂 對 所以他發現說 那我會不會也被扶到了 他才把自己的名字輸入進去 發現自己在1月26號 居然被爆了兩筆 但其中有一筆 他沒有收到 他根本沒有收到 然後他就開始去問他的同事們 同事們一問下來說 大家都沒有收到 那柯文哲為什麼敢做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錢跑到哪裡去是第二個 第三個 從七月到現在 民眾黨的應變小組 到底處理了什麼事情嗎 沒有喔 他們處理了99塊跟98塊 開了記者會處理這件事情 但對於同仁被扶爆薪資 這件事情 他們毫無作為 而且從4X貓整理的那個表 第一個人是誰啊 第一個就是陳志涵耶 陳志涵一月就領了四十幾萬耶 那陳志涵在處理開記者會的時候 處理政治先進風波的時候 他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對 他一定知道嘛 不是 你到底有沒有領到這個錢 你如果有領到這個錢 那就是你的風火費 如果你沒有領到這個錢 你不就是配給他做假賞嗎 是 如果你有領到 那其他同仁更冤了 為什麼我沒有領到 是不是你陳志涵知道 所有人都被扶爆 但我收到錢 所以我就閉嘴 如果你知道你沒有拿到錢 你是不是為了你跟你先生 能夠繼續留在民眾黨工作 而不敢發言 對不對 那你的正義在哪裡 你每天在罵別人 那你自己的正義在哪裡 你自己被扶爆薪資 你看到你自己的同事被扶爆薪資 你連話都不敢講嗎 我覺得這真的非常可惡 所以你知道有誰還被灌 剛剛我們講的這些人 是普遍的時候 他在一月份有收到三筆的人 你知道有人只有收到這一筆 1月26號這一筆 有誰 誰 有戴宇文 有周餘修 周餘修都有 是 戴宇文之前不是大家都講說 你明明在縱望 縱望啊 那你怎麼在政治現金專務裡面也有 你知道他只有一筆 就是1月26號七萬塊 所以他是不是也被灌 對 有可能 周餘修也是 還有另外一個更令人壓抑的是誰 是橘子 橘子 對 徐子瑜也有 在1月26號被爆了五萬五千塊 但在其他的政治現金 前一年度的政治現金裡面 他都沒有薪資 所以是不是柯文哲身邊這一些人 因為政治現金收支落差很大 錢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所以這些員工在我身邊的人 如果你要為我繼續服務下去 你被我灌薪水 灌支出剛剛好